欢迎回来我们看一下乌俄战争开打他在2023年在兔年很不幸持续的延续 匈牙利跟土耳其同时都是欧盟北约成员国 他们各自因为地缘因素成为西方盟国中的破口和反对者角色 他们速度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最终是妥协了 找上了中亚国家采购新能源 土耳其则是站稳了黑海关键的战略位置逼北约让步 堪称是余翁得力最多的北约猪队友 乌俄开战以来同时是欧盟与北约成员国的匈牙利 成为西方阵营中首个立场明显摇摆的国家 匈牙利反对欧盟对俄罗斯制裁 因地处内陆匈牙利是直接经由管线向俄罗斯购油 匈牙利85%的天然气和超过60%的石油来自俄罗斯 俄方报复断供将让匈牙利第一个躺平 欧盟同意让匈牙利列入豁免名单继续向俄罗斯买油器 匈牙利勉强同意欧盟对俄制裁 但11月间欧盟又来一季当头棒喝 宣称因匈牙利贪腐问题严重 暂停向匈牙利提供75亿欧元的资金 以制裁促进匈牙利法制进步 没资金没油器不能再没电 2022年12月中匈牙利终于找到新的着力点 匈牙利罗马尼亚乔治亚和亚塞拜然四国签署海底电缆连接协议 三到四年内完工后 亚塞拜然海上风电厂的电力就可经由乔治亚和罗马尼亚输送到匈牙利 这也将成欧盟重要的新电力来源 匈牙利找到能源深路继续在欧盟中扮演反对者 2022年9月中 同为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组织成员国亚塞拜然与亚美尼亚 因领土之争两年内在开战 外高枷锁数百人伤亡 两国都没得到老大哥俄罗斯及时援助 事后亚美尼亚在11月的会议上当场给普清南看拒签协议 亚塞拜然更找上乔治亚与匈牙利 签下出售绿能风电的海底电缆协议 一场乌战让不少国家体会自谋生路 不能依赖大国或盟邦这个残酷事实 而欧盟与北约内的另一个摇摆大国就是土耳其 俄乌开战土耳其位居黑海关键要地 为了下一阶任期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使出浑身解数 从运游到联合国谷物协议 甚至亲自与普清通话斡旋 欧洲开始缺油气 这才发现土耳其在2021年底已经与伊朗和亚塞拜然 签下天然气交换协定 利用亚塞拜然与土耳其三千多公里的天然气管线 卖伊朗天然气给欧盟 不仅牵制欧盟 抢俄罗斯席日小弟 土耳其还声称境内发现新的产油地 2022年12月中 土耳其宣布在境内东南部库德仁聚居的 什纳克省发现新油园 初步估值高达120亿美元 号称品质好到不用精炼就能当作柴油使用 这让土耳其在面对欧盟时更加停止妖感 讲话大声 北约此时需要芬兰与瑞典的军力 严守北边与俄罗斯接壤的边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却坚决反对 让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主要是记恨两国容忍他的眼中 丁库德族组织逃到当地合法活动 2019年土耳其对叙利亚动武 芬兰与瑞典还加入制裁 禁售武器给土耳其 将局持续六周 最终三国签下备忘录 芬兰与瑞典境内的库德族组织 不再得到保护 也解除对土耳其的武器禁运 换得两国加入北约 这些在土耳其的新疆维吾尔族人 冒着风险出面抗议 因为土耳其与中国早在2017年 就签署引渡条约 能将这些维族人送回中国受审 一旦埃尔多安政权决心积极拉拢中国 他们就是下一个牺牲品 此外 数百万取到土耳其 要前往欧盟的中东难民 也是埃尔多安的筹码之一 乌尔战争让匈牙利与中亚小国 咬牙开辟新生路 也让土耳其从中获利 捡到满手好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